神王 邀请函已经送到了张家 以按照您的吩咐 将三天后的招标大会 内定了云雪小姐为合作伙伴 这是项目计划书 请您过目 将项目金额提高着实力 老婆 我要给你一个大胆的惊喜 神王 难道您想 十年前 他不惜将我冒险救救 经过三年的暗中帮助 云雪的公司上市在此 也是时候该告诉他 我的真实身份 云雪 景盛集团招标大会的邀请 这可是整个江北 定流企业的象征啊 多谢王总 我们张氏集团 才能那么早上市 那你想好 该怎么报答我了吗 放开我老婆 陆川 你干嘛呀 谁让你进来的 没看见我在招待贵客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老婆 我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你就是那个废物赘婿 哎 云雪 离婚协议书我早就准备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配 你问问你自己 你配不配到我张云雪的老公 江北人尽接着的窝囊费 像狗一样的东西 配问为什么 像你这种废物 根本就不配去医学 哦 对吧 三点 据我所知 你连你老婆的床都还没上过吧 啊 可你更不知道的是 你老婆在我的床上 在我的胯下的样子 有多浪的 像她这种极皮 我一天晚上 就能赶她七次 黄八蛋 梦川你是不是疯了 王总 你没事吧 王总 就为了这等楼 你要跟我离婚 给我住嘴 真假王总是商业巨子 年轻有名 轻而易举 又拿到了顶级财阀 景盛集团的妖精团 而女呢 魂魂各各不思进去 你还有没有野男人的样子 果然 从一开始 我们的婚姻就是错误 这简直就是一个 扶不上墙的阿斗 而我将带领张氏集团上市 这是一百万 足够你下半辈子生活的 现在我们之间的差距 已经犹如云里之别 五步于犬行 龙不于蛇居 赶紧签字 如果你不签 我会更看不起 好好好 这么正式吧 这口心也不签 三天之后 希望你不要后悔 支票 你觉得自己能够钱是吗 林雪 你可千万不要放 你看看人家 沈氏集团的冰山 年纪轻轻就带领他们家 祖宗在世界巅峰 废物一样的男人 切之也罢 没有 我也要成为 像沈云西一样的女人 陆先生 我是沈氏集团的执行 总裁沈云西 对吧 是我的名片 我听说 您和景盛集团的关系很浅 这一次 景盛集团的项目 对我们沈家来说 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想请你帮个忙 让开 陆先生 这块令牌 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一步 他说过 只要遇到家族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拿着这块令牌来找你 周军随我征战多日 获得敌军十八 沈云 敌军以尽数扶珠 没人 能自己为十方令 日报说要索求 即可在沈云里来寻我 谢沈云 你是沈南天的女儿吗 是 陆先生 只要您能帮沈家 拿下景盛集团的项目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哪怕是 把我自己交给你 不必了 招标大会当天 我会去现场 神王 此次招标大会 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只不过 张家也在续连之中 需不需要 我取消他的参与资格 不用 我本就无意隐瞒 这次也正好可以让他看看 他口中的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是 沈小姐 我是张云雪 你一直是我的偶像 这是我的名片 沈小姐 我是小王 咱们之前见过 希望您的考虑下 咱们之间的合作 沈小姐 沈小姐 沈小姐这种天桥 跟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连跟他说句话的资格都 陆川 别再纠缠了 我说过 我们之间已经彻底完了 谁说我是为女儿来的 还敢说不是为了云雪而来 看来你这次为了追婚云雪 付出了不少带子 送了个豪车 又找了个女人陪你演戏 你不会真的以为 女雪还对你于情未了吧 出言不虚 你找死 陆川 还不死心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不死不休的纠缠 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 比其在这浪费时间 不如想想 怎么赚钱养活你自己 三年的软饭 你还没吃够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赶快离开 你所骄傲的是 在我眼里根本就逼我 废话 别吹牛了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啊 是全新天下的大下舍 还是顶级财阀 景盛集团的董事长 别以为你自己 披了一张人皮 这不是个好物 还对了 你说你不是为了云雪 难不成 你还是愿着 双生大会而来吗 景盛集团的项目 进场要求都是很苛刻的 不是这个圈子 根本就没资格记住 你就当是为了我好 别给我添乱 光总我们走 哎呦 实话告诉我 我压根啊 没碰过赵云雪 可是过了今晚 就不一定了 我再一想 它是个虫 我就更兴奋了 哈哈哈哈 哎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今天晚上 可以给你拍个视频 让你欣赏欣赏 哈哈哈哈 今天过后 我不希望江北海 是 郑哥 云雪 他就是我哥 营盛集团项目经理张震 这才是有实权的大人 就像这个招商大会的项目 给谁 也是我哥一句话的事 嘿嘿嘿 张总 九养大门 以后合作上的事 就有劳您多多关照了 哈哈 好说好说 等晚点我们去酒店 我好好给你做做功课 他怎么追进来了 张总 王总 我先试陪一下 哎 陆川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呢 自然是怎么进来 试陪一下 我若不到 这招商大会 谁敢开始 你在说什么大话 万一被他们发现 你甚至闯进来就完了 快走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以为你偷偷溜进这个会场 就没人发现 在我们这些上流人士当中 就像过去的老鼠一样又脏又臭 如果你活得不耐热 现在就会 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 废物 你擅导大会还敢对我动手 我对了景盛集团 十条面都不够你赔的 你犯了这么大的事 听说我招式集团与民企 也跑不住 我哥可是景盛集团的经理 老子一句话就能灭你全家 王总 陆川他不是故意的 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他这一次吧 你的面子 饶了他可以 让他跪下 给我道歉 然后胯下钻过去 我就饶了他 小女 我多谢赠你的手 可好好享受你遇下来的日子 你们王家剩下来的时间不足了 你还真的妈把自己当留户了 告诉你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 又胡言说的 陆川 你等我说什么呀 王总已经愿意给你机会了 你就求求他 让他饶了你 好 走走一会儿惊动我大哥 你就走不了了 别说区区一个惊 正是警察集团的所有高层来了 见到我的鬼子 随时的雄心抱我的胆了 让我把我警生集团放在眼里 陆川 跟你一婚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后 怎么这么点小事 还竟动了您呢 对了 这个废物 就是张又雪的前夫 偷偷溜进会场 其心可诛 江北人进阶制的废物追星 还敢在我警生集团撒野 你不赶紧跪下 我走 还跪下的人是 不知天高地后的狗东西 我哥可是跟警生集团董事长 把救言欢的大人物 动不动是我知道救了你的命 救他 也配合我把救言欢 废物东西 你问你是我董事长 敢这样跟老子说话 你真的见过董事长吗 当然 我哥昨天晚上才跟董事长吃过饭 昨晚有事故两人还拜了靶子 董事长老大 我哥 老二 顾川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给张总道歉 否则 你会把张氏集团也给连累的 这垃圾啊 支配台在垃圾 装枪作弃 老安 废物 你装啊 你再装一下看看 你选站远一点 免得一会儿这个废物的血 见你一身 今天 来的可都是大人物 下手利索俩 你弄脏了他们的眼 你想当神 老子马上就送你身体 我错 有大 我受伤 谁都不是动他 沈世天教沈芸汐 他怎么也护着这个废物 张经理 我是沈家沈芸汐 这位是我的朋友 我希望 你能够看在沈家的面子上 放过他这一会儿 他敢在我的会场上 公然挑衅我 罪不可说 对啊 沈小姐 这个废物 因为他 得罪了警舍集团 不值得呀 一群爬手 根本不用担心 废物 你觉得他能保住你 谁弄财 我劝你识相 你走开 如果 我偏要把他死 老子是警舍集团的人 弄死你 就算沈家也不敢找我麻烦 区区一个精母 谁特别给你的胆子 在江北 老子就是天 你竟然敢对我动手 来人啊 他给我剁成了魂鱼 朱雀大人 朱雀大人是谁啊 你懂个屁 朱雀大人 他是董事长身边的亲戚 整个警舍集团 唯有少数区的高层 已经见过了 传说中的朱雀大人 亲临呢 亲啊 废物 今天你必死无权是 朱雀大人 大人 你可得听我做出我 不知道哪来的小畜生 竟然在会场 公然打我 这可是在大警舍集团的脸呢 董事长就在心上 一切 等见到董事长再说 董事长 这是这次的项目计划书 请光明 大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 被逐出家门的 背部转序啊 放肆 董事长的身份 也是你能问我 董事长 和你拉久眼关 和你 成军倒地 爱老子 比起你现在的样子 我还是更加习惯 才结奥胡逊 董事长 对不起 我不敢吹牛 胜不下了眼 胜不下了眼 小哥 你这个废话 倒是打了一手好牌啊 董事长和朱雀大人 想来都是神龙 见首不敬 根本没有几个人 见过他们的真 还不是你们说黑就是黑 说白就是白的时候呢 你们要骗得了他们 可骗不了我 这种偷鸡取抢的废 这应该多少多小 丢到海里去喂鱼 陆传 我本以为你深藏不漏 准备给我一个惊喜 行了 没想到你假扮 警舍集团的董事长是吧 赶紧给大家澄清 认错道歉 我本就是警舍集团的董事长 又何须跟你们这群蝼蚁成变 老子差点被你活住了 你这个废物要是董事长 你就是玉皇大帝 你敢质疑董事长 找死 在座的所有人 都知道张家有个废物坠续 所有人都可能是董事长 你都不可能的 就是他 有什么不可能 陆先生说他是 那就是 这位小姐 我跟他夫妻三年 他是什么样子 我再了解不过 他 不可能是景舍集团董事长 三年枕边人的心 都不如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小姑 果然啊 到我 不行 现在还有任何信任可言吗 你做这一切 该不会是为了回到雨雪面前 吃软饭吧 要不然这样 我们王家正好缺一条看门狗 要不你去 你们王家 从我进入宴会厅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我 你说你这个废物 除了会打嘴巴还会干什么 告诉 我们王家家大业大 就算再够百年 也依旧是江北翘楚 九 七 五 四 三 二 妈的 弄死你这个狗杂嘴 算你一行 老子再让你多活几秒 来吧 狗东西 你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 我王家所有产业都遭到了狙击 现在已经负债百亿了 什么 破产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是你 你要是不能求到大老原谅 也就不用回来了 我没你这个打嘴儿子 来吧 爸 表哥 王家破产了 难道 你真的是 董事长 董事长 朱雀大人 一切已经准备进去 招标大会可以随时开始 我的天啊 这该不会是景盛集团项目经理 李诚吧 李诚 他不是就是那个被我们找来的演员吗 杀了你 董事长和朱雀大人清零现场 谁能有掌 老大 我们王家孙孙的白衣 你肯定要帮帮我呀 滚开 谁是你表哥 你老子远点 董事长 我 我是被朱雀蒙到了心 董事长 我这小子 他顾获我错的 董事长 我错了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就饶我 你当然有大量 我 把你的僧属拿开 雨雪 雨雪 他在我曾经对你那么好的份上 你就替我让陆总丑优秦 看看那吧 陆川 你就看见我们三年夫妻感情的份上 饶了他这一次吧 已经这三年他也帮了我不上忙 其实 对 现在还是只卑微分 张雨雪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三年前 锦盛集团在陆先生入会期间横空出世 张氏因此而起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陆先生 在背后帮你 至于王家 王家早就不理会 四年前就找过我 求我谁能收货 只属于狗言残喘到今天 全靠在你那儿骗点笑面 说白了 王家依附张氏而起 对不起 陆川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张小姐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举此终 王师长 我 我不该仗着景盛集团的名义 胡作为为 求你饶过我一条口面吧 管了 哎呦 何故事 景盛董事长 景盛明天再推 往哪跑 给我挥一下 大人 您就饶了我吧 是的 是张氏 这一切都是他支持我 他威胁我 说说说什么 如果我不把张云雪 弄到他船上 他就杀了我 我也真背拼无奈啊 什么 老公 老公我错了 我只是犯了一个 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看到我三点感情的份上 把这两个人杀 丢到海里喂鱼 是 饶月 董事长 招标大会还需要您来公布 注标企业 此次招标大会 在场各位 从进入到会场的那一刻开始 便已经进入到我的考核范围之内 经过筛查 最终决定 审视 为我们景盛集团的深度合作对象 项目金额 十个亿 审视集团中标 实乃中望所归啊 对啊 中望所归 只有懦夫才会自我催眠 能得到十个亿的相伴 婚姻对于我而言 不过是束缚 离婚 才是最好的选择 哎呦 快女儿 快快快 快歇会儿 今天跟王总参加那个招商大会 还顺利吧 听说景盛集团的董事长 一表人才 怎么样 那他搞定了吧 河童也带回来了吧 你跟陆川的小子离婚 又得到了王总的帮衬 我们张家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老公 老公 我就知道你还 哎呀 叫什么老公 你都跟他已经离婚了 你这个废物还回来干什么 别以为我女儿得到景盛集团的垂青 你就可以跟着沾光了 赶紧滚 我看见你就恶心 没有我的电脑 谁敢垂青你们张家 今天我只是回来拿行李 从今以后 走热光 被我熟的白眼狼 还当自己 真是景盛集团的董事长了 妈 陆川就是景盛集团的董事长 你说什么 我们都被王虎给骗了 他一直靠西张家的鞋而活 真正在背后 帮我们崛起的 就是陆川 什么 这 川川 好女婿 你是景盛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不怎么告诉我呢 害我被王虎那个王八蛋 骗得团团转 这之前的 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十年前的救命之恩 我已经都还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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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爷爷 我们审师中标了 十个亿的项目 我真的做到了 拿下了十个亿的项目 芸汐 不愧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女 干杯 还不赶快谢谢你堂姐 为你拿下十亿的项目 堂姐 你放心 我肯定会将沈氏 打理得紧紧又条 我会给你丢脸的 爷爷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拿下 景盛集团的项目 沈家还是我做主吗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 拿下来的项目 要狗手让给她呀 堂姐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咱们是一家人 你的就是我的 况且啊 我现在啊 也该好好地 继承咱家业了 景盛集团项目起步 再好不过了 芸汐啊 别生气 爷爷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个 更大的惊喜 大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北京战神 派人来信 要在一个月后的 生龙宴上 举你为妾 怎么样 这是不是比那十亿 更加的振奋人心呢 让你嫁离了北京战神 你就能一步登天了 哈哈哈哈 爷爷 北京战神 他儿子都快上小学了 而且 整个大下 谁不知道 他的妃子多得数不胜数 你们竟然要把我送给他 我死都不会同意的 北京战神 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你这秘密 有什么理由拒绝 哎 大姐 现在哪个成功男人背后 不是三七四七 更何况 国主亲自 战神大人 为第一战神 神王之下 万人之上啊 你能成为他的小姐 那也是咱们沈家的荣幸啊 哈哈哈 沈主 现在是以查明 十年前 在大梅湖派救您的 不是张小姐 是沈氏 沈云熙 如今 北京战神看上了沈小姐 沈家 正在强行逼婚 让沈小姐 给北京战神做小妾 北京战神 看好大的胆子 带你 去沈家 已经 是 考虑的怎么样了 爷爷 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所以 放肆 我沈家 培养了你 是让你去谈情说爱的 告诉我 北京战神 你嫁也得嫁 不嫁 也得嫁 哼 不可领域 爷爷 要我说啊 就把这水星羊花的臭婊子 关在朱眷里 关他三天三夜 到时候 让他求着咱 嫁给战神大人 求我责 你们谁敢对芸汐造字 孟川 你怎么来了 对不起 我来完了 挺好 白白净净 一副甚虚呀 沈月汐 你挑着这个小白脸也不行啊 看起来娘们儿唧唧的 就 反正 要不是看在你这名气 亲人的位 严死 在江北 除了解圣集团 还没有人敢来我沈家闹事 臭小子 你是不想活了吧 你口中的锦盛集团 那就是我的 你 你是锦盛集团董事长 你 这 哼 看你没出息的样子 锦盛集团 很了不起吗 安顾城能和北京战神大人抗衡 对 对 我们沈家 现在可有战神大人仗着 你这爆发火 升级什么呀 可老子不开心了 不让我起伏 北京军 灭于全下 你可以去问问 他有没有那个狗胆 我倒想知道 你有几个胆子 咱亵渎北京战神大人 屠夫大人 可是战神大人第一寒假 曾一人屠一城 威名赫赫 臭小子 你死定了 陆川 你赶紧走吧 像我这种小人物 是根本没法反抗的 这就是我的命 你赶紧走啊 有我在 没人可以强迫 你是瞎了眼的娄子 也敢忤逆战神大人审威 屠夫大人 这小子仗着手里有辣臭钱 丝毫不把我沈家放在眼里 刚才 要把我孙女强行拉走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他 有俩臭钱了不起吗 不照样被一个小小的二流家族 给扫地出门了吗 哈哈哈哈 我与张家无缘 人的道路在这指指点点 放肆 这混账东西 怎么跟屠夫大人说话呢 唉 你不会是不行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起来张云雪那个女人 也算美人 回头抽时间 我去交流交流感情 哈哈哈哈 屠夫大人 你可得带上小弟我呀 我对那个贱人 早就 哈哈哈哈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 足以让我逼你减足了 哈哈哈哈 哎 总裁 你担心 张云雪 被屠夫大人的深海军难 给玩坏了 哎 你可以求求我呀 我带你 去看县城直播呀 哈哈哈哈 神辈 你无耻 哎 臭婊子 你敢打我 嘿 沈云西 你别忘了你可是战神大人 内定的妾 你若是偏袒着废物 若是被战神大人知晓了 那后果你是知道的 滚回去告诉北京战神 他若管不好自己的下半身 我不介意死他就 一而再三而三地对战神大人不敬 废物 我看你是找死 夫大人 我追求你了 放过他吧 陆川他不是故意的 哼 害怕我一拳砸死你这个摇钱树 哼哼 终究是世俗的你 这样吧 我现在认你明白 给这个小白两那点钱 跟我们战神大人相比 那是九牛一毛 还是呢 刷片铃 百年海底夜明珠一枚 价值二十亿 藤板虎真迹一副 价值三十亿 神王亲赐 翡翠鸳鸯卓一只 价值 福价 这 竟然是神王赏赐下来的神木 这可是战神大人最喜欢的宝贝之一啊 长期贴身佩戴 还有洗净伐髓 年年益寿的功效 神老爷子 你可得好好珍藏啊 谢战神大人恩赐 徒夫大人 我有几个孙女 您看要不跟芸汐一起 没有人可以哄用芸汐的想法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啊 战神大人每一件宝贝 都能把你的破公司给买了 小子 你信誓旦旦要带走我孙女 怎么 你现在看到我手上拿的宝贝 吓傻了吧 连话都不敢说了 这个飞翠鸳鸯乃是神王青寺的宝物 如果说传说中的母酌没有出世 那她就是天下第一期真宝 神奇 现在你知道该 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楼羽 把垃圾当作宝贝 我从头出 你真的以为 一个区区景圣集团 我想要它消失很难吗 这废物 从其量就是个垃圾 这辈子 能见过这么多宝贝 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小子 你若是现在不滚出去 今天就别想出去 保夫收了战神大人的聘礼 就由不得芸汐在这里胡闹 不过是烈子边角料凑出来的破终 也配做沈小姐的聘礼 北京战神还真是不嫌害羞 哪来的臭婊子 是吃素的吗 不知道我今天金蛋贵客吗 沈小姐 这是我家董事长 送给您的屁蚊 看我 从屁蚊市长潮的吧 就是 看着一股子劣质 就这种的 能送什么宝贝 这是 打开看看 只有她的 好 好漂亮 此物乃凤凰木珠 世间只有一只 是由顶级工匠打造而成的 那所谓的匪醉鸢鸯卓 只不过是此物的边角料所致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孟黄木珠 那是神王专属的宝贝 怎么可能 在你们这群蚪蚁的手上 连这等神物的真假都分不出来 还真是眼下 放屁 你没去爬虫 怎么可能 还得像拥有这个宝贝 带上它 你让这些人见识见识 真正的猫 这 哎 我的页面珠 早变成石头了 我 宝贝竹子 也暗了 怎么还出现裂纹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萤火琴 你耗越着 垃圾 就应该带死垃圾了 这 老头子 老子送了戏 你收下 下个月的生农业 人心 要是成不了战神大人的小妾 做不到的话 老子命运选足 大人 你看这是 哎 土大人 我的页面珠 是不是废了呀 哎呀 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这延年异兽的宝贝竹子 怎么会变成破石头啊 爷爷 这怎么能贵路川呢 明明是这凤凰五竹 太绚丽了 别叫我爷爷 你必须跟这个废虎 乱绝一切关系 否则 你就不是我的孙女 哼 还有那个竹子 拿给我 是因为这个东西 害我损失了五十个亿 他必须给我 我不 自从我父亲意外去世之后 你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吗 现在 既然还要我去当小妾 我死都不会答应的 你容了吗 你没有听见 屠夫大人下达的命令吗 违背了大人的意愿 你是想拉着我们一家人去陪葬吗 不过一个区区的北京战神 大不了就给他换了 有什么好怕的 放屁 你这个混账东西 没爹没马死就死了 我们沈家一大家的人 不容有失 芸汐 你要是敢不嫁 我立马派人绝了你爸的坟 老头子 你找死 别别别 有话好好说 为了贪腐权贯 你们既然让我爸连死都不得安宁 你们要逼死我才甘心吗 小子 你要是想和他在一起 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 你景圣集团不是号称天下顶级财团吗 我要你去帮我要一笔账 怎么样 来来来来 路川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爷爷之前 找到好多人来要自己后面 但是 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四肢健全地回去 我们先回去 然后再想想办法 放心吧 有我的 走吧 不要 鬼哥的手气不行啊 就你过来我克兰赌场要债 李总 我是沈家沈云西 之前克兰赌场叫我们沈家 五千万户款 早听说 沈家美女总台气质非常 属难得一见的冰山美女 今日一见 果然 名不虚传 果然是大美女 鬼哥 今天晚上又要享福 我们呢 吃了药商 什么事 你们算什么都不行 老实话 这瓶酒 钱的事 什么 李总 获款的事 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也行 好了 我很满意 李总 那请问 沈总 霸气 这样 去去五千万 明天到这 不过 今天晚上 我们得深入个探头 这对狗爽子 该换一步 你放开 你 哥 没事吧 你敢在克兰图场闹选 你 混腻了 小李崽子还不给老子跪下 不要让老子让你脑袋开花 各位大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问题 那个 求求你们 放过他 放过他 今天他在我这 弄什么弄 要不让他横着出去 这一片 老子还有脸吗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今天 你拿不到钱 狗命 你脑子是不是还没发育好啊你 今天你动了老子 还以为有个能活着走出去 完了 陆传 闯大火了 这样 我先拖着 你赶紧走 去哪儿 还没急吗 请你动 我 洗一条腿 今天你天王脑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我说的 你就站在这儿 你说我不是 你给我玩横的是不是 听清楚了 老子摔跑江湖的时候 我还没叛过谁 这家伙 看见年年少 好像是 警生警告独市长 警生警团了不起 自背后的人 天王老子来了 你给我跪在这儿 你不就要钱是不是 你给我等着 你这本事给我等着 我看老板 有没有命 你拿着去 大家等一下 来来来来 再给你换五百万 你给我得意啊 小爷 兄弟们 有人躲到办公室 打吗 说什么 在办公室 给人揍了 对啊 兄弟 而且对方 还把我们当提款机 狮子打张嘴 要五千万啊 这身下 可没把您放在眼里边啊 这哪 这跟骑在老子 逃着拉起 有什么经历 兄弟们 有人敢在老子地盘上闹事 老子就干 赶着我熊野 看来后面的狗场 又要上新鲜货了 好久没见过这狗帕 死的家伙了 走 兄弟们 臭家伙干 你 带着钱 那看不见有什么狗的 哪把我这儿当一狗 是 走 走 走 现在怎么办呀 我听说 克兰国场背后的大人物 可是从死人队里爬上来的 杀人不眨眼的 哎呀 他顶多丧个死人 而我 是死人 买命的钱我带来了 怎么在哪呢 小子 钱他们就在这 下手 挖的时候 撞一点 我也是你 东西哥 我走 你娘头也被拍完白马帮 单手投进阵南光 怎么是这位 哎 不不不 不是买命钱 之前克兰赌场 欠了我们沈家集团 五千万的货款 然后一分钱没给 所以 我才冒昧的来 放屁 小爷 这臭婊子 上次跟我们五千万难过 全都不是烂于充数的烂 我们压根都没有用 男权是过来诈欠 现在骗钱都骗到我们头上了 没 我没有 那批货 你们都已经用了 并且 并且 并且什么并且 你哥说没有就没有 来 比比 我现在弄死你 欠我们的钱呢 已经还清了 接下来应该算了 他搞紧规则 威胁客户 我的 这 钱 钱 钱 死到里头了 害他们救这道钱 这些 这个 当货帮这男的 可弄死了 这那股场 这都找人洗干净了 送到你房间 你干什么呀 别鬼 干嘛 给一点羊鬼就灿了 老子给你点权力 你他们就要胜天了 不是 兄弟 你是不是打错了 你 对 我们赌场是做正经正义的 制造干净才的 不要老是以为给一点权力 你他妈就可以胡动非为 兄弟 所以我不理解就 告诉我 我们客栏赌场企业文化是什么 公平 公正公开 老子今天就教教你 怎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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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托老子下水 让你这么嚣张 妈的 失望 不不不 陆总 沈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预想无方 不表示歉意 我们客栏赌场的欠款 纪人一定到这 令其都被迸还 这还在陈祖宗的七行大事 必良为常的客栏赌场熊老大呢 难道 沈总 你要是不满意 我立马把这碍人的狗东西处理掉 不不不不 熊爷 只要你把购款还给我 我就很满意了 喂 小川啊 你可一定要要帮帮我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家小雪 他刚才被罗家的人强行带走了 对方还执平道行 让你去死刑仓库灵人 好 阿姨 你先别着急 我一定会把小雪救出你的 好 先被罗家 是熊心boss的 竟然敢动我的人 陆川 罗家的江北 就是土皇帝 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着急 我回去找爷爷 还是先去交涉一下 没事 放心吧 你就在这乖乖等着我啊 我继续就回了 这可是将供说罪的好机会 罗家号称手远通天 这一般的战神都不敢招惹他们 这个怎么办呀 沈总 你别着急 这事包在我熊身身上 我立马召集兄弟们 去帮路走 兄弟们 好 臭家伙 好 走 谁动 谁死 罗晨 罗晨快跑啊 呦 废物 你他妈真敢一个人来啊 你这是精打慢感 那看我们直播来了 放了 放了这臭娘们 可以啊 等我们兄弟玩意了 再放了就是 反正你自己是个软蛋 不如我们一起喂饱他 就是 你们这群猴吃得走死 别他妈废话 想让这臭婊子活命 那就跪下 轮轮爬过来 把老子的鞋 给填干净 快快快 男生机牌照 记录一下 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景生集团董事长 是怎么像狗一样在地上爬 像这么狗 我头草到两米高了 狗东西 男强匹马一个人来 还敢这么凶 他妈真以为老是李江那帮蠢货 兄弟们 你死咋 这 救命罗家 又想天气咋了吧 梦川 你没事吧 怎么样了 你怎么那么冲动呀 要是我们没有过来 该怎么办呀 坐坐 我带兄弟们给你成场子 我罗家办事 哪个破智死活的也敢插手 熊爷来了 什么熊爷狗爷的 就是你 罗家陆总前妻 熊爷 你 我 不然 我不知道这个废物 不然 我不知道陆总是您的人 要不然你给我十个勾当 我也不敢对他下手 熊爷 兄弟们不知己了 熊爷 这人家都是罗笑天 只是我们干的 我没事拿钱给吃啊 熊爷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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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爷 我没说 这事 是北京战神会下 屠夫大人指示我做的 至于你们两个大佬之间的恩怨 您就把我当个闭话 我是靠屠夫 到今日 快出来 难不成 还敢跟老子练练 走走走 老公 你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甚至 花大价钱请熊爷出山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啊 干什么呢 陆川是我的 这位小姐 请你搞清楚好不好 我跟我老公 只是闹了一点夫妻之间的短盾 现在 她心里有我 我心里还有她 就凭你呢 朗朗 你 你的性感在我面前 一文不值 你 还是我道 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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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那件事 我 真不是故意的 都会在仓库脱光的打一辆 这还不是故意的 讨厌死了 我还不是 为了给你出口气 要不然 我 怎么会这样 谢谢 谢谢 小子 你身边的小妞爷看上了 要我玩两天哈 哈哈 拿着你的臭气 我 你还挺哼 我擦 够东西 是来的 你也不去哪 在西街这片混 谁敢得罪你爷爷我呀 啊 再不是猴子 啊 呦 啊 今天这小丧货 老子还玩定 哈哈哈哈 嘿嘿嘿 你才是丧货 大哥 你全家都是丧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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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烈啊 这样的征服起来才爽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这 狗东西 上次是他运气好 有熊山帮他的忙 我今天到时候要看看 现在该怎么 嘿嘿嘿嘿 不过是小杂毛而已 想玩死了 我会吹灰之力 嘿嘿嘿嘿 你也喜欢 哈哈哈 快走快走 快走 你这个狗婊子 你怎么敢打我 你知道我们大哥是谁吗 老子今天不把你当狗子 我 我就不是西街小霸王 西街小霸王 啊 怎么办呀 星星爷爷说过 他可是从所在监狱里长大出来的混世魔王 怎么就惹上他们呢 现在知道他 完了 小火狗 被老子爬过来 要不然我弄死你全家 天哥让你爬你听我明白吗 赶紧的 让天哥等着急了 让你前面那个小白脸 让我们天哥注意 我走 我走 你怎么走 你小子 哪个都是混的 这么大口气 啊 啊 我会那个 我会那个 原来是一条看门狗 就你这种爬草 也没跟老子抢女人 我的 咱们 啊 啊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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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重骂谁呢 八重骂你呢 你咱们 三哥 叫星 是 战神级别的大人物 大人 对不起 刚才我声音大了点 听说你是西级小胖王 不 我 我是 红杖小王八 嘿嘿 大人 我 我给你下一个 我 我 嘿嘿嘿嘿 哎 哎 哎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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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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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滚 走啊 人家的事都忙完了 哎 是 是 嗯 嗯 那个 自从没当年 医生后退派完军 面关在乎乱世 正好 周兄跟我说啊 您这边遇到了麻烦 所以啊 这下次可能回来 秦老师出嘴 哎 大人 那个三乡战神 会不会和那个废物 废 一群废物 这是正义感抱疼的莽妇而已 跟陆川这个废物 没关系 看来 我得亲自出手 你随之之牢蚁 哼 住着市值过百亿的顶级别墅 一品天公 结交的 是三鹤匠星的大人物 陆川 你身上究竟还有多少 我不知道的吗 我和苍龙也算不上朋友 并且这个一品天公 也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还以为 算了 那些顶级权势 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 能够抗衡的 除了 我去 我没有办法 扶你爷爷的命令 所以 不行 这是干什么 牟川 原来我对祭祀 我不能拿你的性命开一下 谁也不知道土地 我 他还会不会耍什么硬着 所以 这太多好 我们就不要再进来 你行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处理好北京战神的事情 然后 名正言顺的给你一个交代 我相信你 所以 我才把第一词给你 好 好 好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解决了我心头的一根寸 爷爷 既然克兰赌场的债已经要回来了 那我和陆川的事情 你心 这欠款是你要回来的 人这个不是天高地厚的爷小子 有什么 沈老爷子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这屌毛听不懂好爱话了 欠款拿回来 你可以滚蛋了 施行于武 你们沈家 我受气 飞 你就一个破解生集团 不会让我们都围着你转吗 敢得罪战神大人 小子 实话告诉你 北京战神大人许诺 云西婚礼之后 提拔我水家 成为江北第一世界 与你 如果现在滚出江湖 还能流淘狗命 要我嫁给北京战神 不可能 大不了 我和陆川私奔 姐 你糊涂 这废物 早就没钱了 现在 屠夫大人 已经对景盛集团 实施打压 这废物 完蛋了 没错 明熙 别也无可谈 享受北京战神大人的福泽 还是你唯一的招呼 打压景盛集团 区区一个北京战神 他是想让我把生命念 变成狂犁 出言不逊 你这废物 倒是能活过生龙燕 老夫我给你下跪磕头 来人 医院 你这是 芸汐这个贱女人 关起来 生龙燕之前 她离开房间办 否则 打你们试问 是 今天 谁敢逗芸汐一根汗毛 我让你们沈家覆灭 陆川 要不 你还是走吧 芸汐 你相信 区区一个北京战神 对我来说根本不算神 这废物 若是真有胆子 就去生龙燕上抢亲 我老公面前乍着 算什么本事 好 这废物 也就可爱 等真到了生龙燕 她看到战神大人 那我得吓得妙哭 好 依你们死言 不 洪川 你别做傻事呀 叶汐 等我 生龙燕前 进 进 简直太放肆了 神王 人家这样不是凡君 要不要 我去敲打敲打 人家不是重点 倒是那北京战神 拿着鸡毛当令径 要不 让叔下去 不用 对外放出话 这欺负 是 还若是给欺负 我定将取他向上沟通 神明 有我的允许 谁敢撑 神王清临 这可是 能担开一夜族谱的 惊天荣誉 车队都组织好了吗 回大人 准备一线逃大 沈家的姑娘 也给你准备好了 只有等着你去宠幸她呢 办得不错 等我玩腻了她 便将她赏赐于你 哦 谢大人 请 怎么会干 怎么开的车 不知道我正在为我夫君解罚吗 回禀十八里 那个保安 狗眼不识太神 我正跟对方交涉了 放肆 不知道本大人的身份吗 耽误了本大人的好事 我让你们通道的苏九族 除非是天王老子来了 不然都得在旁边等着 今天有大人物里临 闲杂人等 你 瞎了你的狗眼 你嘴里说的大人物 这不就在你跟强了吗 还不快滚 屠夫 那么暴躁干什么 人家也是例行公使 你们做得很不错 知道本战神今天要外出 还特意设置了进行 实诚之后 来我本战神府邸领取奖励 有实力 还这么大度 老公 你简直太厉害了 就连这鼎鼎大名的一品天宫 都得卖你个面子 本战神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战神 谁见了我 不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句战神大人 就像那辆车一样 如果我不先走 谁又能比我先出这一品天宫的大门呢 是 是 快快大人出行 赶快放行 慢着 今天这道 是专门为我们北京战神准备的 你们算什么东西 今天 赶走在我们大人之前出去 北京战神 是爱配于我的 陆川 又是你 所以我们大人不敬 你想找死 怎么 这北京战神好大的排场 动辄就要一发整拍死 我这现在 自由出路回家 也需要经过你们的图 你就是陆川 平生集团的董事长 根本战神抢小切 真是 小小战神 排场倒是不小 真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 臭婊子 怎么说话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信不信我老公打一个电话 立马调十万大军 踏平你家祖策 一会战神 出言不许 还不赶紧给战神下跪赎罪 完好你家的口 果然跟传闻一样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 你知道今天这异品天空的路 是为我开的吗 我说你一个北京战神 我领域这么厚 北京战神 你若是想耍威服 我追你的北京 这里是江北 还轮不到 若穿我家战神 那是神王之下第一人 今天更是举办生龙业 今天战神荣登第一战神宝座 没人见了不得毕恭毕敬 若穿 非要朝今天找死 那就由不得我了 虎穆 今天是本战神的大喜日子 神王更是会亲自到现场 祝贺我荣生第一宝座 今天不宜杀人 喂 我家大人宅心仁厚 留你们一条贱命 还不赶快跪下险 漂亮小丑 你 你你 你个臭婊子 说什么呢 老公 你看这臭婊子 肯定是跟那臭宝安利活的 一群狗眼不是太深的家伙 你帮我教训教训他们好不好 你会战神出言不逊 还不赶紧跪下谢罪 明天本战神高兴 再给你一次敬 跪下给我客九九八十一个想投 否则 我这个手下 居然是一人能扶杀一整座城市 十八种哭刑 样样精通 谢谢 连你们连给多了 夫妇 让你把他剁成肉泥 好的 骂了 一群穿货 把他弄死你 如果这种货色眼灰为神 那我便自甘动魔 真的要与我为敌保住这群贱民吗 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口中的贱民 可是为神王导致的丫头 百万神王区统领 竹雀 什么 竹雀 是神王的天生丫鬟 管的什么猪雀八却的 徒风 这贱婢刚才对我出烟不逊 赶紧给我弄死 出了事 有老公胆证 臭娘们想害死我吗 你竟然敢打我 我刚才把你赐我的福福贴贴的 你竟然 猪雀胆 是神王十大轻微之首 身份离起战神来说 只高不低 弄死你 只是太太手的事 赶紧跪下 给朱雀大人道歉 朱雀大人 我 我不知道您身份这么高贵 刚才若有冒犯 求求您 放过我吧 没点教训都得 是 好些还是厚 以为爬上区区 未经战神的床 就可以弄死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吓死 你若在这 我一定会 是 陆伏 陆川的身份 你查清楚了吧 朱雀对他的态度 可别是 苍红 肯定是看在 朱雀的面子来的 指明那个陆川 我查了 他名下只有一个 井圣集团 会不会是那小杂种 编卖了整个井圣集团 才巴结上朱雀的 那臭婊子虽然能 指手遮天 但是送上门的钱 他又怎么会不心动呢 我不管他是谁 敢让我丢脸 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放过他 我们走 你们先准备准备 今天我要看 什么能够经营的运气 散散 时尚 过了今天 沈家可就是 姜维的顶着乱 来 小子敬礼一来 好 对啊 时尚 战神大人为您撑腰 往后啊 您可得偷偷照顾照顾 好上好上 小废物啊 没长眼啊 弄脏了少爷 我心买的出气 你最想给我挺干净 回头我给你们挨几十头 别在这儿挨我一遍 小子 我们沈少 像是差强的人吗 沈少让你跪下 你就乖乖地跪下 别逼我们兄弟动手 看在芸汐的面团 这怎么不跟你心 我爱不下 这 听明白吗 明白了 赶在生龙宴上老师 小大众 罗哥 你终于来了 这小鞭子 刚才威胁我 他打伤我两个兄弟 太好了 罗哥来了 在下面没有人敢不给罗哥面子 他一定会帮我们复仇的 刚才是我大意了 没有事 要不然 就凭这小白眼 怎么可能放倒我 怎么 好了 伤疤忘了疼了 废 上次是你运气好 这次赶在这儿闹事 就算他雄身来了也保不住 给老子跪下 赶紧跪下 没听见吗 他想跟我们罗少 比我比我 这次 我本来只打算在云西里 但是你这么想被打脸的话 可以满足 什么 这小飞舞竟然敢将北京战神大人的剑 真是他妈笑话 这小子肯定是知道 自己的情敌是战神大人之后 疯了 竟然是个疯子 那我今天就勉为其难地帮你清醒清醒 住手 又怎么跑过来这东西 臭婊子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专门过来送死 那我 不能再让别人走了 你走 这一次我没得选 这一次 我一定会在你身边 一个贪财的贱人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胡说 若纯 之前一切都是我不对 我知道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一直都是云西陪在你身边的 所以你们有了感情 但是这北京战神 不是你能随意找人 我们回家 好好过日子吧 行吗 还说什么不是为了财 我要是没见错的话 当初好像就是你 把这个小白脸赶出张势的 臭婊子 喜欢你还好 什么呀 只要你把罗盛赔好 给你一百万 这个陆川吧 他得罪了我姐夫 请盛进吧 这就要破产了 听说你交给陆川这个废物 这么些年都还是除 这些年变坏了吧 放开 就算他一事无人 我也不会抛弃他 你们这些混蛋 放开 小蜗狗 准备去哪儿啊 天天不把我们沈少伺候好了 你又别想出这个门咯 对呀 老师 一会儿啊 咱俩比划比划 看谁坚持的时间长 就算他现在不是我的女 不是你 再看死 飞虎 你今天要是跪下来 给我们哥儿几个磕头道歉 我兴许能放第一条生路 如果你继续嘴硬的话 从今以后 再将被孙步来行 孙子 我倒要看看你罗家有什么本事 让陆先生孙步来行 龙山 你想干什么 这可是北京战神大人的地方 我可是战神大人的人 难不得 你想用无虑战神大人的意志 北京战神的一道口而已 我真的不听到没这儿 菜子 北京战神的分子 竟敢请偷袭这个老公 不要让他露面 我今天就暗死了 这雄山什么时候这么生猛了 竟敢对战神大人出言不敬 完了完了 今天这生龙宴 我们怕得续留成河了 死为主 你们听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把我姐夫试什么 陆先生 这 除了事情 担着 好嘞 我陆先生这句话 我从我就跟着上老山下游户 奴约 嫂子 你不是看在你几个命运的 你早就死八百回来 你一群别死 什么样子 也被和陆先生吊张 你算什么道理 也被参加我家弹的业会 董事 这狗东西 骂你们北京郡 全是三孙子 你快收拾他 这 三孙子骂谁呢 三孙子骂你 你是别工人 叫你 大人 把这杂种给我投到狗花去 嗯 狗东西 上次你一路见他的账我们还没算 这次我要一鸣成文 就你 为了弹丸之地的土匪恶霸 若不是生龙业 你甚至都没资格跟我对话 大人的勇气 让你敢跟我叫小 陆川 以战神大人的实力 想拈死我们 就像拈死蚂蚁一样紧 要是把他激怒了 我们就全都完了 这件事本来就跟你们没有关系 给我转告 若是芸汐受到了一丁点的挽拒 你继续把他蛇皮 你也许是 谁陈在一锦监雾里 你早就该死 看在你修了苍龙大人的面部 我找你 现在 看大人来砸我的厂子 真的以为老是犁怒你的吗 狗大人 我弄死他 干净弄死他 这老东西 知道败坏了我身前多少好事 大些八块 狗大人 还有这个线律 上次计划失败 全都是因为他 把这个砸碎也拖到海里位局 你也配把我的人丢到海里 黑方 光神弄鬼 狗大人 这人要打场上 我们干什么办 狗大人 狗大人 狗大人狗大人 兄弟们 我们怎么做 狗大人 老哥 这雄神 这将本的威望可不敌啊 想真打起来 谁输谁赢 这可不一定的 管他呢 管他今天 雄神 这鬼孙子指定元气大声 到时候将来就是我的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赶紧刘浩 刘浅正道 让我呼应吗 快走 好 这是大人 这姐夫 我们 这 暂时那里 这天小子 人气合适 手下正在严惩 一时已到 先迎新娘 北京军听令 凡事在生龙夜上闹事 各杀无论 小废物 刚才不是挺嚣张的 咱们想给我嚣张一个看看 我起不来 告诉他 这算绝世龙 你得跟我盘着 吉时已到 请新娘 走 芸汐 你今天真来 虽然你只是我的亲 我也会真心对你 前前方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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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你 小子 你相当五次还我后事 你 你达成细子 你竟绝何在 不要 龙川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会死的 为了你 死又何谋 北京战神 强强民女为武作伤 什么 现在要当着众人的灭 杀人灭口吗 真是怎么回事 难道沈云西和北京战神不是珍惜相爱的吗 相爱什么 你没听说吗 这沈云西啊 已经是北京战神的第十九任小妾了 我听说啊 这沈家是迫于北京战神的权势 所以才 赵屁 够杂主 我请跟我几分是真爱 你从中间出来抢亲 你真以为我们沈家是好人的呀 真爱 他以滥情的语言 他以真爱 你 小子 我借你重新组织语言 娘 你赶紧走吧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这是我的命 我逃不掉的 云西 把你自己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今天 天王老子来 给我靠边阵 沈小姐 我克兰赌场 我永远支持你 既然无法给边先抓 那我们就做一对 黄密鸳鸯吧 疯似 你敢悟你本战神的意志 好 我不管你背后是 你今天都必死无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北京战神真的强强民怨啊 是 好像什么都说了 那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北京战神 俗话说的好 强龙不压地头蛇 在江北塞 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 你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你们这帮龙蚁 别敢在这给我逼逼赖赖 老子可是神王亲丁的战神 即便是神王大人 也要给我亲自道货 老子能看上这个女人 是八辈子修来的夫妻 你属着妻子 非得你还是战神 犯最佳一能 陆川 战神的言不可侵犯 更何况他背后还有神王 要不 你给他道个歉吧 这女人都比女人还 本战神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若现在爬着到我面前 我还能留神下一头活路 我 我 陈鱼蚁 那个臭婊子 还磨蹭什么呢 你小孩子 怎么瞬间吗 你年龄大了 你也不去折腾 我已经赶过你 你还依旧如此相用 看来这生无业 没有存在密要 没有存在密要的是你 北京军 关在 神龙座下 朱雀大人到 北京战神 我刚一到 你就到哥相信 莫非是给神龙目的 朱雀大人百忙之中 能来到生龙宴 是本战神的荣誉 收队 收队 抓紧收队 看得了 废雾 你最大的后台 都来给我起伏送礼 这个小废雾 算什么东西 也配来抢钱 话说得太麻 可是容你打脸 请尽尽神王令 为北京战神送来众礼 北京战神 前来领赏 战神大人 这娘们 来了就站在路川的狗 撒住身边 你要前去领赏 那不等于 跟路川下归吗 交不远则乱大国 若是得到神王的亲戚 突一做成又是我 谁敢 北京战神前来领赏 看到了没有 芸汐 这北京战神没什么 这不依旧 对的 他就给我闭嘴 北京战神强夺眼镜 横刀夺爱 金刺耳戒指 剥夺第一战神称号 宜水跳 什么 为了一个小娘们 就免救老子错有功了 我不服 北京战神 你想抗制不成 朱车大人 国家战神战功可可 并且施令第一战神 也是经上面允许的 哪怕神王在此 也没有剥夺资格 神王指命 朱军共尊 有什么意见 保留 回家 朱车大人 若是神王亲临 我便遵循 是朱车大人 一 没有神王正 二来 你与这个小子关系不清不楚 你公报私仇 假穿神王令 来人 带走 我看谁敢 高急跳墙了 你的谎言被戳破了 演不下去了是吧 你小子 老子看你早都不顺眼了 都拿着 今天老子心宰了你 蔑氏律法 儿等当初 除非神王亲临 否则 天王老子来了 救不了你 必死无疑 北京军 给我上 北京战神 闻下屠夫 力度谋反 其罪当初 超龙 即便你是神王亲尾 也没有资格擅自杀我的眼 对神王不信 我这屠夫给神 就算是你 我 不理 算什么东西 除非神王亲临 否则 你觉得在场 何外 狐鹿 谁啊 什么 不可能 那好说是神王 那我放到他前期 这 陆川 不 这对象是神王 我这谁做的事 我这糊涂 怎么可能 这世王 国事无数 阴间 阴下去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大胆密费 还不过一三道歉 神王恕罪 属下知错了 神王戒指 属下认罚 看在你防守边境已攻 这次 我们暂且劳你 如若再也下次 定 芸琪 我们走 芸汐 你 神 神王大人 之前不知道 你的身份 多有冒犯 还请神王恕罪 芸汐一时之间 无法结束 看来此时 还得再还一还 芸汐 你误会了 其实我 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王 啊 那 他们 我和朱雀 还有苍龙大人 下小 有他的交集 所以今天在小时 他们来陪我演艺场戏 要不然怎么能从北京战神 那里大人物手里 把你救下来 啊 是是是 陆先生说的没错 沈小姐 我们这次就是来帮陆先生忙的 不是 周全 你在说什么呀 我 什么不是 陆先生 我们先走了 我们有缘再见 芸汐 你该不会怪我骗你吧 你说什么呢 你个笨蛋 你知道今天多危险吗 要是被北京战神 识破了咱们的计划 那就完蛋了 芸汐 等过一段时间 我给你真正 给你举办一场 盛世婚礼 嗯 爷 爷爷 别叫我爷爷 我翅膀硬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我干什么 我没有你这种孙子 就是 跟你的神王大人私奔去吧 给你安排好好的 你不听 虽然一路行 真是个小贱族 让老爷子 这是什么意思 装 继续给我装 老子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你真以为你是神王的 你这个混账 落死我神家的光明前途 还敢回来 你真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傻子 看不破你的谎言啊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哎 你解释了 我们神家的前途 能回来吗 你解释了 战神大人能出去接大我们吗 骂他 这些不足败事 永远抽婊子 很良我的金龟誓 就是因为你 让我们神家白养你那么多年 神老爷子 我向你保证 不出三个月 我可以让沈氏集团的事实翻数倍 向我保证 连自己的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 我可说出翻十倍的话 爷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话告诉你 战神大人经过多方面求证 不知陆川是个假冒的神王 他大祸临头了 与兴啊 很怕 就像北京神王那种 欺了怕硬着 可以打石头 哎 看来啊 你还不止北京战神的实力 屠服战神被害 战神大人胜 这次 大人可要玩真可得 沈云西啊 我缺 识相点 离这个杂种远点 免得呀 古时光业 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说大话了 我找个新款 把你送出家里 永远别回来 战神大人 要来十万北京军 每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更何况 是一个必死的人呢 十万北京军 若有一人胆敢终成 下面 我保证北京战神的人头就会卖定 雷夕 不用惊慌 当今世事 可没有人敢说这种大事 战神大人让你三更死 谁敢冲上北京 谁不信 如果你想保全这个片子 那倒是有个办法 快说 无论什么办法 只有陆川能活 我什么条件都愿意 我们圈里吧 有句苦话 小千 你呢 现在呢 去重新追求 军禁战神 到时候 把他伺候的最深梦死 你这个小白脸 不就狗活下来 牛耻 最想让我们的地心 找死 陆川 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们走吧 走 有本事就别回来 只要你今天敢迈出这个大门 你以后 你就不是我沈家人 好 反正你们从来都没有 把我当作个一家人 这样 能不能费了你们的怨 对了 不要不要 沈家绝对会后悔 陆川 我们走吧 离开这个地方 到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小镇去 我真的不知道在江北 该怎么生活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 还有景盛集团 我们都需要你了 真的吗 这个事我早就准备好了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景盛集团 董事长 这不行 这是属于你的产业 我怎么能拿走呢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就当 是我给你的第一件拼 好了 走吧 回家 回我们的家 尊敬的神王大远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在呀 他怎么知道你是讲过的神王 帮你孙章来了 没事 有我在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早 地狱无闷你非要说 今天 我看有谁 帮你冲药 看来 上次你教育还不够 还要再帮你 我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方法 让朱雀和苍龙 帮你演戏 但是就以你惹活的程度 我看 他们能帮你几次 这神大人 洛川只是一时毁灵心窍 才做了傻事 请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要 小美人 这打扮得这么漂亮 莫不是 陆川这个软蛋 专门把你 奉献给我们战士大人赔罪的 这穿着 大人 你想想 要是在床上 有一个双马五 再穿一个黑色 不会管教狗 就别有 他今天死了 你们都得死 陆川 赶紧放手吧 别做傻事了 可在叶品天宫老师 除非你是这里的业主 否则你死定了 你看你会上叶品天宫的必杀绑蛋 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都逃不掉 那还真是不造计 我恰巧就是叶品天宫的业主 叶品天宫全体都得为我服 有些话可不敢乱说 虽然你有朱雀病 但是如果我跟叶品天宫联手 就算是朱雀 也得滚蛋 战神大人 洛川只是一时冲动 我求你 你放过他吧 我看一时冲动的是你 你不知道你被灌了什么迷魂啊 放着你的大号前途不争议 非要跟这一根将死之人混来混去 就是 你看他 还有钱吗 他带你来一匹天宫 也就是做错样子 这可是豪华别墅 可不是他一个废物能买得进 你跟他这么青年 他有给你买过什么好礼物吗 肯定没有 唯物战神大人 他才能是真正义上的同爱你 看是您好动 再是您何心 我欺少年穷 更何况 陆川动一点都不理解 他甚至 愿意把警圣集团全身交用 哦 陆川 你好聪明啊 明知道我要对警圣集团动手 警圣集团即将破产 你就拉出来一个替死鬼 是吧 您若是敢对警圣集团向上 那就坐下雾下双手的主 战神大人 可这楼椅还为那么多话干什么 已经一把掌拍死得了 尝试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你滚 陆川 你祈祷没有落在我手里的 否则 都是已经挑凉小者 没调答 走 陆川 就凭你也能在一品天宫买房 今天你又没记忆其中 就算是猪雀来了也保不住你 北京战神不会是八甘休的 要 我们道个歉吧 没用的 与这种狼子野心的家伙道歉 这会更加增长对方嚣张的气 赶紧跟上 最近我不易出手 若是能借助一品天宫的力量 除掉他 那就万事大吉了 战神大人 这里边是一品天宫的定级别墅 我们进不去 废物 全都是废物 长着一个小小猪雀 两只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通知下去 让被禁军 全部出动 是 陆川 面子总有用完的一天 无论你帮了猪雀大人多大的忙 但是你现在 一次次消耗人家对你的善意 总有一天 万一捅出了大篓子 那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是真的不想你出事 无论你有没有钱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都会很开心的 再等等你 等过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到时候 我们会一直 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喂 什么 啊 我现在马上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之前和我们深度合作的企业 现在毫无征兆的 全部都回约了 而且全都拒绝赔付违约金 锦盛集团 要破产了 放心吧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会处理好的 陆川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 刚接手锦盛集团 就出了岔子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 怎么冲我 走 我倒要看了 哪些 集团处 陆川 终于等到你了 张允许 你又想干什么 之前 是我错过了你 若是这一次 我想勇敢一次 求你原谅我 陆川 取我好不好 张总好大的余气 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想入祖师 现在酒盛集团内忧外患严重 张总 我还愿意不离不弃的 这种好女人 可不多了 答应她 答应她 够了 我告诉你 我所在 我所爱 只留了 为什么要陆川 难道是因为 我还不过真诚吗 还是说 你还在为之前 那件事情而生气 可是现在景盛集团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跟我在一起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云生集团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就不了我危险 等一下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 他沈云西没有那么强的业务能力 根本帮不到你 只有我 才能成为你的邪内助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 陆川 要不 你就答应他吧 你看 他自己也这样觉得吧 陆川 只要你能够回到我身边 我可以把张氏集团转让给你 你觉得我缺你张氏的务资财 还是说 你每个天先让你务资 一会者是你足够的优秀 足够让我快有天气 我 张云许 就连你那张氏集团 是我一手的感情 云西 你是商界的巨子 商界的星星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 妄自非我自己 可是 景盛集团 的确是金魔神 才变得 那是有人在暗中针对 这件事无论和任何人 解决都是一样 陆川 我 真的没有机会 说了 没婚之后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既然遇到了问题 我们现在就应该 深入到问题当中 找到这个 能解决问题的人 你谁啊你 赶快出去啊 你 说 景盛集团的合同 是谁指使你毁约的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景盛集团的人 怎么 想要违约金 两个字 没有 赶紧 何总 据我所知 我们景盛集团和会公司 一直合作的好好的 前段时间 更是绑定了深入交流 为什么你们突然违约 如果我们有哪里 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们尽管提出来 我们肯定会采荡你们的建议的 你就是景盛集团 新上任的董事长 沈云西吧 不愧被称之为江北第一美女 这实在真是漫妙啊 这样吧 只要你脱光了来服侍老子 给老子刺患了 那合作吧 我还可以 再考虑考虑 别说 现在 问你 拿手 谁敢跟我赵黑龙的兄弟比拳头 那个 你可算来了 就是他 我的脸都快被他打变了 你得替我报仇了 你看 赵总 你听我解释 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美人 要不咱们到隔壁房间 说个慢慢听你解释解释 哎呀哥 女人管够 心底我报仇呀 你看我这脸 就是这个小砸碎打的 他妈 他怎么打你 给我打回来 怎么打都给我打回去 不是 我赵黑龙就在这站着 我看谁敢反抗 赵黑龙 嗯 啊 你 不是 怎么跟我大哥说话的 我大哥砍人的时候 你还在你娘肚子里吃懒呢 我劝你识相一点啊 赶紧跪下 大脸伸过来 你这个嘴里有点太对称 是吧 少个老废话 都能 都 哎呀 是他妈不长眼 我大哥可是 真该死了你 大哥 你干嘛呀 陆先生说 你的脸有点不对称 是吗 我让你看起来顺眼一点 大哥 陆先生 您现在看起来顺眼一点了吗 要是还不行 我直接拧断他脖子 你认识吗 小的是熊野手下 之前有幸跟您见过一面 陆先生 小的不知道您跟熊野有关系 我们俊阳集团之所以毁约 都是北京战神指使的 北京战神指使的 是啊 神龙 小的没有那个贼道呀 北京战神让我们所有公司一起毁约 如果您找上门来 就对您百般刁难 如果不这么做 就要弄死我们呀 去把那些毁约公司的化石人给我喊 给你三分钟时间 人还不到 拿你试 好的陆先生 小 陆先生 那些长头草 被判警社集团 您看 要把兄弟们 给他们点教训 我这个人 向来隐和为 是 不过 要是他们不是抬局 明白 属下明白 何总啊 什么事啊 着急忙话帮我们叫过来 啊 对啊 这还有好多事没处理呢 今天不给个说话 可跟你没完呢 得了吧老夫 就你的牙签一样的东西 三秒钟就能解决 还要处理什么呀 看来人是道歧 你怎么说话呢 何总 从哪能来这小子啊 各位介绍 这个 是锦盛集团的县议 今天呢 找你们过来 也是主要想交易 赔偿维约金的事 顶盛集团 公司不散地 娘们倒是长得挺水利 不错 哦 这个就是沈总是吧 维约金的事情好谈 就三千八百万的事 今天晚上 好好给我喝一杯 咱俩卖卖的餐 跟你出去喝什么喝 沈总 我欠你们 顶盛集团的五千万 你跟我出去 今晚 我就把钱打给你 看来你们是不想好好谈了 你算什么东西 可以跟老子谈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跟陆先生说话呢 陆先生 您说怎么办 沈总你找本事了是吧 敢当老子 你们趕着干嘛 够地帮忙啊 我去门看谁敢 我赵黑龙就在这站着呢 赵黑龙 熊山的金牌打招 你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说一个数 你们一人 赔上给景盛集团一个亿 如果能聊的话 我们就继续聊 如果不能聊的话 这就没有必要冷的时间了 这老子赔一个亿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不赶不进的 上辈子十分长大的呀 给陆先生道歉 你们长本事了是吧 你想背叛北京战神吗 还有你景盛集团 都他们快倒闭了 装什么大一巴狼啊 赵黑龙 我劝你回头是案 可不是小小的景盛集团 能择罪的 赶紧放我呢 什么他妈的 北京战神 你们忘了 托夫是怎么死的 你们忘了 生龙业是怎么变成 大龙业的了 还有你啊 你是想不屠夫的后尘呢 啊 崔总 还有各位董事 你们要是继续聚上 跟景盛集团合作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还可以是朋友 朋友是朋友 那个是沈总 我们愿意和景盛集团 都去的呗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愿意和景盛集团合作 沈总 我和新阳集团 为您马首实战 除此之外 这是一个亿 希望沈总 能原谅我的 如智与冒昧 对对对 沈总 一个亿 我明天就派人 打扰你马上 所以我 这是我的一点消息的心意 请沈总 原谅我 之前 物质的冒犯 这件事 我的既往揪了 我再有下次 张小姐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应该知道 我想要的什么 这一千万 就当是定金 等你完成任务以后 我再给你 如外物一千万 你以为 你很有钱吗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只是要你 帮忙把陆春约出来而已 这对你来说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真当我傻呀 只要我把他约到了 你们说好的地方 你们就会在那里 布下天罗地网 到时候 只会让我害人 臭婊子 你没镜子不吃吃罚酒 想让我陷害陆春 做你的吹秋大梦去 臭婊子 换堂堂北京杀身 亲自出马 还不识太久 好啊 发光离乎 而消复了之后 可能 还会不会这么硬 你个畜生 你放开我 给我吃 吃 陆春 没想到你认真的样子那么帅 三两下就把警生集团的问题给解决了 跟纳总之外 根本没法讲到 跟他们 是解决的 不要 救命 来人啊 是 哎 云雪好像有危险 我们真的要坐视不管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 我不要自己 云雪也是个可怜人 要不我们就帮帮他吧 就到 为了我 住手 你 陆春 老子正愁没进去找你 你他妈竟然自己找上来来了 老公 你快跑 他是北京战士的人 快跑 哪那么多 你个畜生 你凭什么打他 满一送一 那姐娘 等老子解决了陆春就 再来丑性子 哼 哪只手挡的 哪只手今天就流向 果然像传闻中那样 扛得没边儿了 偷东西 把我照着自己的靠势 给我老大是帮子 是我们老大在生龙夜市 出击了阳子 今天这一招 慢慢跟你做 陆春 快走 不要管我 下了十倍量的新药 什么 十倍 那他怎么办呀 怎么 传 你是觉得 您下面那杆尼捏的枪 满足不了他吗 如果你满足不了 可以让我来 我保持马都喂的包包的 该死 你竟然敢口信北京军战神 老子现在以北京军神教的名义逮捕你 敢他们反抗 可杀我 难怪会对你人下手 也只有北京军的那些杂碎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本以为想给你一条生路 没想到你得寸进去 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要把你千斗万剐 放手 说了 哪只手挡了他 是毒性 我的手 我的手 你拯救世事 在这个郊辈 能有这种使命 我不可能闻所未闻 我的身份 还没有资格吃 笑你 几个好人 罗川 你可不可以看看他 他好像快不行了 他终于开身 现在送医院行来不及了 走 回一品天工 帮我再句话给北京战神 这是最后一次 再次 还是他背后的 救命他 你不想听 快去打盆热水 好 老公 帮帮我 好啊 你个小湖人心 我都牺牲我老公来救你了 你还吃毒食 哼 你还吃毒食 我都牺牲我老公来救你了 你还吃毒食 约夕你 行了 走就好 开吧 陆川 别走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原谅我好不好 当时只损救了 那也是约夕的一个 否则我下边也不会管这件事 希望你们能误会 约夕让你救了我 难道他不恨我吗 芸汐从来没有恨过你 甚至他连你一句坏话都没有说过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误会他 我小毒鸡肠了 我往我之前自诩为天之交辞 没想到跟芸汐姐相比 我失败得一塌糊涂 诶 云雪 你们这是 你体内毒素刚清楚 还是赶紧回去躺着吧 不用了 云雪姐 我还有点时间走了 对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 给我一杯喜酒 陆川 你这是太棒了 从你上次出面之后啊 紧盛其发的危机 算是彻底解决了 而且啊 市值还涨了三倍呢 早就跟你说过 就算是你想象天上的星星 我也会让他化作一点心灰 为 你又偏 对了 云西 事情也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我们 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我真意 这种事情 自然是全凭你心意咯 还有 如果 你想的话 顺便 把云雪一块儿去了 就像上一次 你说什么呢 没大没小的 哼 主席 属下在 宣告大众 七日之后 神王迎亲 我要给云西一场 盛世难忘的话 是 对了 这段时间 你搜集一下 世间真几针 统统拿下 神王 世间第一几针 现功已诸 已经现世了 三年之后 将会在江北拍卖会上 拍卖展堂 我想 如果将磁宝拍下来 送给沈小琴 倒是一桩米台 先功 等会儿看上什么 尽管买 姐有钱 抱养你 那今天 可就老板神怎么破坏了 一个被逐出家族的费 赚了两臭钱 大人不谈 真不怕让人听懂 笑掉大喊 爷爷 这有些人呢 不清眼下 心眼下 看不清局势 只要等到 撞了头破血流的时候 才知道 天天阴阳怪气 却做不够习惯 还是那么牙尖嘴 你这个废物 除了嘴上跟我还心 其他的 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住手的 师妹 我早就和沈家一刀两断了 我做什么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老缠着我呀 一刀两断 沈家养了你二十多 只你说断就能断的 真是个白养了 你的良心 让狗吃了吗 芸汐 你还是年轻 听信 谗言 什么事 我把你身边这只蚂蚁碾碎了之后 你就可以回心转意 碾死我 你恐怕是没有这本 大胆 如今战神的实力如人出天 你这个废物 就应该归下 和大人讲话 小小龙 可笑 黄头小二 跪 这小子什么海套 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抵挡住我的威压 哎呀 如今 战神大人的实力 又有精进了 哪怕我只是看他一眼 我都有种 心惊胆战的感觉 对呀 只要我们紧紧跟随 战神大人的脚步 成为大厦第一世家 只日可待 可笑 陆川 兔崽崽 还想硬成 但是 一副汉术 自不量力 即将成为第一世家 会是沈家 不过 是沈云熙的事 北京战神 你是记忆力不好吗 我之前可是提醒过你的狗 再敢来招人 不让我们小兔崽子 你几次三番对战神大人不敬 沈梅 打个电话给贪狼大人 让他带大军过来 是 够杂政 我现在 可是北京军正式统领了 没想到吧 我今年才二十多岁 就已经达到了 别人情急一声 达不到的成功 你的电话 我竟能号令千军万马 退下 战神大人 我叫你退下 你没听见吗 我不要搞 没事 我们走吧 战神大人 刚才 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 我有预告 我即将突破神经 待我突破神经之日 便是神王清灵 也救不了他 他看上的东西 全都买下来 这么不给我面子 一定要让他杀人而堆 走 现在开始重头戏藏品的拍卖 这个珠子好漂亮啊 喜欢 一会儿就属于 此乃仙宫一珠 乃是世界上仅存于世的唯一一枚 因其制造材料不祥 但这精美的做工 就连世界首席健保师 泰格都藏不绝筒 起拍价格 一个亿 一个亿就买这个碰珠子 不会真有人买吧 可能就是因为毒针 所以卖的比较贵吧 两个亿 再来玩吧 两个亿一次 自从这仙宫一珠拿出来以后 我的手足就有了反应 可能会真的是 牺牲着皮吗 既然这宝贝这么好 那还要是 赶紧拍下 都是完后无损 仙宫一珠 我们倒是值这个价 可惜 它已经破损了 已经蒙成的东西 两个亿两次 十个亿 十个亿一次 十个亿两次 十个亿三次 牟川 这东西再好 也不止十个亿 刚才北京战神还说了 废物就是废物 花十个亿 卖个破珠子 该不会直接付产吧 我就是投个开心 随便换一两个亿玩玩 没想到真有傻子 花那么大价钱 卖这个珠子 我也就是发过 投个开心头吧 死鸭子嘴硬 神老爷子 我给芸汐的聘礼 那可是你是谁 您现在天天拿着芸汐的手 还坐在这指指眼底 不太合适 这谁叫老爷子 全然抢自己孙女 一把年纪了 还带个女士的手 真不怕人笑到大啥呀 另外 借这个机会 我还要跟大家 再宣布一个事情 十日之后 我与芸汐共结联礼 再次 和摇天下共 一起参加 我还以为有多好情 一致千金 没想到 以这个为宣 来宣布自己婚礼 这屁大的事 陆川 你身为一个大老爷们 真失败 有本事 你花十个亿玩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十天之后 是神王迎娶娇妻的日子 你竟然敢和神王 同一天结婚 陆川 你该等何罪 谁说 和神王同一天结婚 就算是顶撞神王 在座的各位 有一个算议 凡是那天婚期的 大家都可以到神王的婚礼宴上 一同参加 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啊 三言两语 都可以决定神王的事 妄自一乱神王 这可是大罪 据我所知 这小子先得对北京战神 现在要是神王不尽 他肯定活不过明晚 现在还是离他远点 免得惹祸伤身 芸汐 这仙宫遗珠已经蒙尘 其价值我们先不谈 但是这破损的东西 本身就是大凶 你确定 还要跟他在一起吗 战神大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主话 叫 驾鸡邪姬 驾狗邪 剑 就你这个演技 真不知道 怎么成为北京战神的 哼 不信 能变出什么花了 你再怎么变 难不成 破猪 能比得上我手中的凤凰武浊 怎么又不轻伤了 仅仅是我一人 我感觉我的疲惫全部都消失了 我也不难了 感觉心情都平静了 这 你竟然能让这相公遗珠 重新换发光彩 这怎么可能 相公遗珠本就是人间少有 传闻 这将是太空间的场落 一旦蒙尘便失去所有攻击 那还有人 让他重新换发光彩 真是一群凡夫俗子 北京战神 看来 你的眼光也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绝对 是你虚了照眼法 不 不 我的宝贝 怎么失去了光彩 兔崽子 肯定是你搞的鬼 我的宝贝桌子 怎么变得像一块坏石头 诶 洛川 这到底是怎么的事啊 我拿着它 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很多 我明白了 那都出一模一样 明星的东西 更高级的东西 就会变得暗战不过 咸公遗珠是真的 废物东西 算你走运 我们走 师父 神王誓宠而交 七元太世 如今 弟子即将迈入远境 还请师父出马 祝弟子 一臂之力 老夫 三十年未曾出世 这帮小子 竟然联合起来 亲我弟子 真当我天阳子 死了不成 师父 只要您助我坐上神王宝座 到时候您便是万万人之上 朕必一挥 百万军队 既刚而起 何不快哉 有为师赛 你尽管去做便是 谢师父 神王 露川 都是垃圾 敢跟老子强女 不要你们统统都死 爷爷 你们专场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就先回去吧 要是露川知道了 会不高兴的 露川 露川 你心里边 只有那个爷小子 就是 姐 咱们俩是一家人 爷爷今天专门来 借你回沈家 你怎么能这么说 回沈家 我经过深思熟虑 感觉 你还是有资格 回沈家了 那可不必了 我和露川大婚在即 还有很多事情了 你们要是没有 别的事情的话 就请回去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不回去 好啊 那你把景圣集团 还有你脖子上的 仙空一柱 都交出来 这么好的东西 带在你身上 就是浪费 把它给我交出来 当强盗 当上隐是吧 滚 露川 你已经跟芸汐 在一起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你这样 对待家人的吗 灯笼 出去 送客 好啊 你个贱人 跟火通他们 一块赶我们走 有你后悔那天的 鲁川 我好像又给你惹麻烦了 要是一家人 说这些干嘛 好好准备一下 过几天 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有请新领 沈总真美啊 跟陆总真是狼才女貌 大哥 这鲁川究竟是什么来的 竟然能让熊爷 亲自主持他妈人的婚礼 闭嘴 不开问的别问 芸汐姐穿婚纱的样子 真美啊 鲁川 这个负心汉 他怎么能辜负你 你们在一起三年 不行 我已经替你找回公道 妈 你就别闹了 再说了 当初本来就是我有错在心 我总不能阻止他 去追求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就算你无所谓 快进肚子里的海 行了妈 我来 就是想看他们幸福地走在一起 不是来闹事的 恭喜二位喜结连礼 二位交换定情信物 芸汐 我发誓 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半年委屈 嗯 慢着 慢着 陆先生大喜的日子 你好大的狗胆 竟敢来酒局 别管 跪一边去 今天我只找你们主子 没你说话的份 仙公一珠是个好东西 可惜待在死人身上 有点可惜了 你妈没有教过你 不是你的东西 不要乱碰我 陆川 别冲动 我明说了陆川 今天你不可能活着离开这 陆西 不跟我走 你就死 看来我还是太过仁慈了 给了你太多次几乎 北京军委就位 警察人警示 陆西 谁才是穿过仁慈了 相比现在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战神大人 多谢你的台爱 但我早已跟沈家划清界限了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请先回去吧 给脸不要脸是吧 北京军何在 在 飞 枪 枪 上流行锤 赫兰赌场全体成员听令 在 愿为陆先生 血洒当场 愿为陆先生 血洒当场 嗯 一帮自我感动的家伙 兄弟们 给我杀 不要 战神大人 求求您 只要您放过他们 我愿意当您的婢女 愿意让您随意拆迁 求求您放过 仁慈杰和陆川吧 允许 就你这姿子 虽然是个二手 给兄弟们暖暖床可以 北京军 北京战神 你们枉归人 怎么 这就气败坏了 一会儿 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他 兄弟们是怎么把你给玩死的 神王军何在 神王轻卫 朱雀在 神王轻卫 藏龙在 神王轻卫 玄武 在 神王轻卫 白虎 在 拜见神王 拜见神王 神王亲戚 这怎么可能 战神大人 大事不好了 不知为何 神王军突然攻我北京军 外面的兄弟 快坚持不住了 汉贼萧小 我等拜见神王 神王 属下贪王 拜见神王 该死 真该死 我早该想到 能够轻易调动朱雀 这个世上 除了神王之外 再无他人 神 神王 我的姐夫竟然是神王 哎呦 姐 你眼光真不错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 对呀 我的好孙女 爷爷那么疼爱你 这事 你居然还瞒着爷爷 我 我也不知道 陆川 就是神王呀 北京战神 你可知罪 你是神王又如何 但我也是第一战神 你没资格命令我 还跪着干什么 起来呀 当然 他可是神王 一人一剑 独守这难关 应可三万万蛮衣 百次冲击 你让我戒指神王 属下 属下做不斗 哼 北京小二 连你自己的人都背叛你了 你还不赶紧给我 几幅贵下道歉 还等什么呢 叛徒 敢背叛老子 小枫 杀人了 他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姐夫 你还不赶紧杀了他 爷 这 朱雀大人 我的婚礼 不欢迎他们俩 把他们两个 哼 也该送送我们两个之间的账 你等了这么多年的神王 万人之上的宝座 早该是我的了 哼 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横刀向冤 剑 苍天 自从当年攻破十二城之后 已经多久 没这么高调 在大众面前展示过 我让你一致 你若能击退我半步 我便算你赢 我早已突破神经 即便你们一切上 我都不怕 你让 让个字 怎么可能 我可是神经强者 为什么 忘了告诉你 在很多年前 境外有很多神经强者 现在神经罕见 不过是神王 把他们都杀了 神经在我们面前 都只是土鸡挖狗 更何况 是在神王大人面前 行了 别贫了 今天 是我和芸汐的大喜之日 我宣布 婚礼继续 我恨 我恨的 芸汐 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呢 你可是神王 一切解释权都归你所有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但是 你下次 要继续让我这么担心的话 我就 亲一个 亲一个 师父 可想 明知我这个孽童 喜欢沈小姐 今日 要何必以此方式 再来羞辱他 三番两次地打断我的好事 我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一个堂堂的神王 应该做到 真常人之不能忍 做常人之不能做 你此等心心 我很失望 老头 你话怎么这么多 像你这种 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还想将我家神王做事 你个臭娘们 你敢这么对我师父说话 即便你是神王又如何 在我师父面前 都是楼椅 既然人家不想走 那就把他留下吧 是 你们现在还有心思围攻我 神王大人 你是不是该 先打听打听 边疆的战事 边疆 该死 这老东西 定该引发边疆暴乱 神王大人 属下请允 不过是一些萧小吧 真当我不关注 边疆的战事吗 师父 边疆失守了 你请废物 怎么会失守了 看来 还得老夫亲自抽手 你 你这是什么事 你 故障 龙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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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居士如无敌 皆不可 清敌 陆川 你好残忍 我不过是看上了你的女人 你就这样对我 你要是不找我的事 会有这么多麻烦吗 自作命 不可活 神王 跟这种人废话这么多干嘛 直接杀了算 陆川 北京战神好歹为国做出个贡献 要不留他一命吧 听你的 我们走 嗯 你拿走了我的遗弃 我要让你偿命 不要 陈雪 你这家人怎么这么傻呀 师父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怀着他的孩子 你就算不会自己想想 也要为兔子里的孩子想想啊 妈 我没事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陆川 你没事就好 可惜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看到你 在乎我的样子 我也死而亡 陈雪 陈雪 小宝王 你可不能在肚子里胡闹啊 你妈妈弄疼的 爸爸就不饶你了啊 都什么时候来瞎动呢 陈雪姐 我哪有那么脆弱呀 就是 我们家陈雪可坚强了 小宝啊 你可得赶紧出来 你这爸爸 可太生猛了 我一个人 哪能应付得过来 那个 那个 云西姐 陆川 每天晚上都那么生猛吗 没事 你等我好了 我们一起报复他 嗯 报复谁啊 谁欺负你们了 不是你们这样 不合适吧 别动了胎气啊 陈雪 你别这样 救命啊 那我把我帽子什么事吗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忙了